兩位好 今天很有聖誕氣氛 你們是否都很喜歡過聖誕節 是 因為 雖然香港的聖誕節沒有雪 但其實香港很有聖誕節的氣氛 有這些 在我們身後 聖誕節擺設 是啊 我想我都會 今天我就跟老闆仔來 很開心拍很多照片 但我一定要帶女兒來多次再拍照 其實我經常帶她來 因為上面有很多給小朋友玩的東西 所以我是經常來這裡 聖誕有什麼計劃 聖誕 聖誕其實都應該留在香港消費購物和慶祝 因為兒子更小 所以都去不到哪裡 就留在香港 其實都很有聖誕氣氛 老闆仔呢 我會來時代廣場 因為上面有很多 有得買衣服 有很多小朋友的遊戲設施 有這麼漂亮的聖誕節擺設 而且我們還可以來這裡看電影 對 因為電影很大 對 想收到什麼聖誕禮物 收到什麼聖誕禮物 呃 你說吧 我送一份給你 呃 呃 呃 自己很開心 很興奮 因為整個 我是早了幾天去的 就是跟那邊的觀眾見面 他們真的很喜歡八日之下 而且也看到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電影人過了那邊生活 我們聚在一起很久沒有見 所以很開心 你的造型很性感 你是不是自己很滿意這個收身的成果 我想大家都很滿意 我真的很努力 所以我很滿意 出來都很漂亮 很優雅 其實我也很開心 我那天漂亮嗎 當然漂亮 你第一次去台灣出一隻金馬獎 自己有沒有很興奮 還是很緊張 呃 其實當然是很興奮 因為我本身很想去台灣 但是其實都不是很緊張 因為都知道自己不會拿獎 哈哈 哈哈 真的沒有 有沒有宣布哪個拿獎的時候 你對她的鏡頭都沒有齊 大家都覺得 可能是 哈哈 都有表情的 但是事先其實都不是很緊張的 都有拍手的時候 嗯 因為其實陳梅宜 八八 其實她也做得很好 而且她 因為 其實我一開始以為很酷 但是其實她上到台是很搞笑 就是她說了一些很好搞笑 她拍戲的時候做了些什麼 是 金馬獎會不會有點失望 完全沒有 因為其實自己 我想我和鍾雪瑩的心態都是一樣 只是可以去到這個盛事已經很開心 而且我覺得最後 林敏同獲獎 我有看美國女孩 我很喜歡她演出 我覺得是很好的一件事 即是六十周年 一個傳承 就是希望這個小女孩 繼續在電影圈發光發亮 還有我在台下看到她獲獎 我也有點眼濕濕 就是作為一個媽媽 我希望我女兒將來都可以這麼聰明 那你有沒有趁機集郵 在這個城會 我集了很多 你看到張鎮 是不是很興奮 是啊 還有她有看我做過的戲 我覺得很感動 是的 李安 吳康仁 許光漢 很多 老闆仔呢 身邊的人有沒有安慰你 其實也有的 我看到那一刻 林敏同獲獎的時候 我看到周寧在旁邊哭了 嗯 那有沒有一些導演 或者台灣演員 找你聊天 有一個很出名的導演 因為卓彥謙導演 他也很喜歡那個導演 我們大家都一起集了很多 台灣很出名的演員 嗯 有認識了新朋友 也有 那有沒有時間在台灣玩一下 吃東西 其實也沒有什麼時間 因為其實 我去了三天 不是 是差不多三天 之後其實我落到飛機 就已經要去做事了 然後又在台灣借票 都看到大家都很熱情 對於連續日記 是 Jennifer 是不是都自己去 今次家人沒有跟他們在一起 是呀 是呀 因為先生她要在這裡看著小朋友 是很好 家人的支持我才可以這樣離開 五天 是呀 所以很感謝他們 這個聖誕節 我真的要在這裡買很多禮物給他們 那她跟妳說張震呢 她記得你看過 看你的戲 看什麼戲 或者你記得是沒有什麼 我沒有再問 她說有看過我已經很開心了 是呀 所以 當刻我已經 我自己都反應不到 就是 拍張照 這樣 是沒有留聯絡電話 這樣 不敢 不敢 是呀 只是這樣已經很心滿意足 回來的時候 有沒有說 那些小朋友 沒有見媽媽那麼久 很想念 有呀 我女兒是 不停捉著我來疼 還有 要我跟她演戲 我覺得 突然之間 為什麼沒有見一個星期 都沒有 她好像長大了那麼多 對呀 今早要我跟她演一場戲 是她很喜歡的卡通片段 然後我就在想 哇 她也真的挺有天分 你要做什麼角色 我做她的妹妹 是Elsa和Anna 那你同一條狀 我是Anna 好 OK 好 好 這個真的厲害 真的可以跟所有女演員說 跑借票場是會瘦的 真的 因為原本我一直都很擔心自己 好像只靠節食或者吃少些 瘦到某個位置就停了 然後自從電影上映之後 不斷跑借票場 我每天都跌一磅 所以 原來借票場很有用 我也要努力繼續借票 你繼續增高 我也可以順便 繼續努力 其他觀眾才會來看我們的連續 對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